这是将进攻性突防发挥到巅峰的一战 解放军的一名副连长在连队进攻受阻的情况下 带着临时组舰的四名队员 奇迹般的出现在越军一个营的后方 而且还不可思议的打穿越军两道防线插入中心阵地 不但逆风翻盘扭转战局 还打出了一个中心开花的经典战力 这种孤胆歇敌的壮举 直接将不可一世的越军打到刻骨铭心 以至战后多年 幸存的越军始终都不敢相信进攻他们的只有五个人 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到底多震撼呢 他们又是以怎样的方法连续打穿越军两道防线的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邓副连长与四名战士 是如何将一个营的越军打到腿都发软的呢 前面我们讲到 在七连向五号高地进攻受阻的同时 团部也得知高八岭上至少有一个加强营的越军 突然得知对手兵力暴增的不利情况后 团只深深地知道 不光七连进攻主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就连后方进攻四号高地的八连也相当危险 随时都有可能被居高临下有优势兵力的越军反扑吃掉 所以团部只能让三营的九连前去接应七连的同时 让进攻四号高地的八连交替回撤 然而撤退命令发出去没多久 不可思议的情况发生了 五号高地的前方突然升起了一枚红色信号弹 紧接着又有几枚指引着越军的一处攻势 这种信号弹使战士们在战前约定的步炮协同联络信号 由于高八岭地形特殊 雾气弥漫 后方的炮兵观察上看不清越军的攻势时 由一线的战士们用信号弹指引目标 面对这种突然出现的情况 团部立马下令炮兵部队对信号弹指名的区域就是一轮骑射 没过多久 山头上又出现了新的指引目标 很明显 敌人的腹地还有我们的战士 而且还在为后方指名目标 机不可思 时不再来 团指在命令炮兵跟紧指示点的同时 撤销一线部队撤出战斗的命令 同时还让二线的预备队也加入了战斗 一场全新的战斗正式打响 那么 山头上究竟是什么人在做指引呢 原来 七连负责迂回的三排 虽然在越军的火力压制下也是伤亡惨重 但带队的邓副连长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 还在带着四名没受伤的战士向南穿插 由于没有电台 他们压根就不知道主力正在权限撤离 五人虽然是临时组舰 但正副连长指导有方 他果断地将四名队员分成两组 各带一挺机枪 从两侧植入第一道战壕 自己从正面向战壕内投掷手榴弹 当时 五号主封上的越军 几乎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七连的主力方向 谁都没想到自己的后方 竟然会突然出现他们这支骑兵 随着正副连长对着战壕甩出几枚手榴弹 吸引出越军的火力后 两侧的队员快速直入战壕 梁亭五六式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 密集的弹雨 瞬间就将还在躲避手榴弹的越军打得落花流水 他们快速攻入第一道欠壕后 对着越军的第二道欠壕打出了一枚信号弹 即使引导炮兵支援 不仅保持了自己 同时也对五号阵地上的越军形成了精准打击 而山头上的越军可以说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变故打蒙了 吓得欠毫礼的越军以为解放军的主力道 以弹药不足为由向上级寝室要求撤退 一枪没发就说弹药不足 可以想象当时他们已吓到了什么程度 不过他们的逃跑倒是给邓副连长他们留下了一份惊喜 五人登上高地后发现上面还有大量的弹药 这为他们固守山头阻击越军的反扑提供了弹药的保障 也就是说邓副连长他们五人逆风翻盘彻底改变了战局 随着个连重新加入战场 一场歼灭战很快打下 请看下集激战高804英雄的阵地